哈哈哈哈 人上看秀 看上海時裝週 I'll be fine OK Start again Hello大家好 是沃莫里斯 現在全球都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所以各大時裝週也被受到了影響 有很多像中國的買手 或其他國家的買手 或者是KOL都沒有辦法到現場 那麼本來是應該在上週左右開始的首爾時裝週 也因為新冠疫情的問題取消了 那麼上海時裝週找到了一個新的方法 就是會攜手天貓開啟這個雲上時裝週 好像聽說這個提議提案到落成 也就短短的急救的時間 在3月14號和3月30號這幾天之間 將會有超過100多個品牌 就是中國速度加中國數量 然後會以雲走秀和雲直播的方式 去展示各大品牌的最新的款 那麼我主要關注的兩個平台 一個就是新天地的平台 還有另外一個是 Laborhood 那麼新天地的叫破戒朝前 Laborhood的叫Reality Life 真實人生 我去看了一下這兩個官方的影片 那麼新天地的當然是非常的commercial 那麼Laborhood的話就會更加的 當然我自己更喜歡Laborhood做出來的視頻 就是在這次時裝週公佈出來之後 就是有非常多標題很吸引人 例如說是全球首個實現全程邊看邊買的時裝週 OK邊看邊買這 我覺得不完全正確是因為說 一般我們說真正的邊看邊買是說 你這一季的產品呈現在秀台上 那麼你馬上可以在商店購買到同款的 但是好像暫時我能了解到的邊看邊買是 他邊看是說看著這季的產品 例如說這次AW的產品 但是他賣的是SS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詞好像不是特別正確 嗯OK 第二個是天貓平台 他有特色的中國的這些網速也好 或者是這些整合平台 或者是一些物流渠道都好 但是天貓是最大的 那麼第三個詞比較深刻的是 威亞作為時裝週的推廣大師 那當然威亞一傑 OK 所以這些標題都非常的吸引人 但是真實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都非常的期待 呃整的來說 因為之前其實已經有很多大拍 進行了秀場的走秀直播 然後國內也有非常有特色的 例如短視頻帶貨 或者是現場視頻帶貨 或現場直播帶貨 那麼這次上海時裝週就是嘗試去整合 所有的這些渠道和資源去打造 打造一個新的時裝週模式 我自己是非常期待的 因為像說 像之前的街頭文化 又親到奢侈品文化 KIM JONES到現在的 VIRGULA BLOCK 就是還有各大的現在的奢侈品品牌 去融合這些 街頭文化 就是奢侈與街頭 我覺得是 這次的挑戰就是 曾經的一種 時裝週的這種模式的一種 exclusivity 然後和這些比較接地氣的 反正我自己還是非常期待 這一次的嘗試會對這些品牌 或者對這時裝週 或者是說對於整一個行業的 這一條時間表 這一個時間表 這個schedule 會產生怎麼樣的影響 我大概瀏覽了一下一些品牌 然後這些品牌可能會有 走秀直播 或者是一些主題討論 或者是搭配指南 就我都很期待 每個品牌會帶來什麼樣的形式 那麼最後是我自己可能有 一些比較關注的牌子 我可能接下來會去看一下 像是25號的VLOGS 然後 這個叫Untit Lab 就是Untitled Lab OK 然後 封城王 然後 之後的Fabricon 還有CornerStone by孫雲 然後 第五天的Fake Studio 還有 第六天的 Private Policy New York 然後A.A 然後最後一天 會看Angel Chan 還有Maya Lee 對 差不多就是這些 我可能自己個人會稍微多留意一下 然後去看一下他們的直播 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夠成功的看完這些 然後做一些反饋 因為 我查了一些資料 因為實在是太亂了 就是 好像 我可能不大熟的情況吧 就是比較難找到一些直播的入口 或者是一些比較正確的信息 因為國內比較多不同的 不同的一些直播的平台或什麼的 反正就 最後就是 沒有最後了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 之後會有什麼樣的東西吧 然後 這期視頻內容就到這裡了 然後 期待 在上海時裝週會給時裝界帶來 不一樣的 新的 東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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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